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就职于字节跳动 基础架构研发工程师 另外一个讲者是我的同事叫王正 目前也就职于字节跳动 基础架构研发工程师 这个是今天的议程 主要包含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阿巴基Zipling的介绍 第二部分是阿巴基Zipling的原始时间 第三个部分是基于Zipling的Flink原始时间 最后一部分是基于Zipling的48个原始时间 下面首先介绍一下阿巴基Zipling 这张图是来自于阿巴基Zipling的官网 首先我们看一下阿巴基Zipling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notebook 后端支持了20多种语言 同时我们可以用阿巴基Zipling来做很多事情 包括数据的摄入 数据发现 数据转换 数据分析 以及数据的可视化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就是一个 Zipling做数据可视化的简单例子 它可以展示我帮我们展示丙图 柱状图 然后以及折线图 然后这部分是介绍一下 就是用户在Zipling上如何使用的 我们可以从图上首先看一下 这是最右侧 最左侧的是用户 然后在最上面的话是它的开发过程 它可以去开发这个paragraph paragraph其实就是一个Zipling里面的一个代码片段 它可以是一段circle 也可以是一段代码片段 然后我们写完之后就可以把它提交到后端的 Interparator Interparator其实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精神 或者是一个Fling Spark的一个cluster 然后这样提交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前端看到它可以试试交互的效果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去编写Nodebook Nodebook是一堆paragraph集合 然后借助于调度系统 让它来定时制定调度 然后这张图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Zipling的一个基础简单的那个架构 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Client 然后它和Servor通过ADP REST的接口 或者说WebSock的接口来进行交互 还包含另外一部分叫Interparator 也就是解释器 解释器的话它是独立于Zipling Server的一个进程 如果说是在KPASM部署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POD 然后Interparator Group 它可以有自己的Class Loader 以及一些自己的一些环境信息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 Apache Zipling的语言式实践 主要包含这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Dog镜像优化 第二个部分是语言数据纯属 第三部分是跨NameSpace提交作业 第四个部分是RBAC权限 第五部分是SSO单点登录 首先先介绍一下Dog镜像优化 现在因为开源的Zipling 打出来镜像是非常的大 因为它包含了很多的解释器 然后在我们这地方首先是跟大家解释 进行的彩景 然后只包含我们自己使用的 比如说只包含了Fling和Spark 然后同时我们利用 Dog镜像的多阶段构建技术来达到 镜像缩小 体积缩小的一个目的 Dog镜像的话 因为它的大小是跟陈数直接相关的 Dog多阶段构建的一个主要目的 所以就减少它的镜像的层数 我们想想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原数据纯属 在Zipling里面它有很多种原数据 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原数据叫Nodebook 就是用户编写的所有的paragraph 所有的code都会纯属到Nodebook里面 然后目前Zipling支持一些原生的Nodebook 比如像Filesystem 也就是本地的文件系统 然后以及Azer的远程纯属 然后OSS 这个是阿里云的对象纯属 还有以及谷歌云的对象纯属 然后我们在它进入扩展 然后我们支持了TOS的Nodebook repo 然后TOS是头条 也就是这边火山引擎上 推出的对象纯属的一个产品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不使用远段纯属的话 我们可能要直接使用Filesystem 这种纯属的话 可能就要借助于K8S里面的 叫Persistent Volume这种机制 简单来说就是说 它使用K8S提供的那种机制 将一块磁盘 然后或者说一块云盘 然后进去设成一个固定的一个 一个Volume 然后挂载到我们的Pode里面去来 Pode里面 然后当Pode进去重启的时候 这个PV它不会消失 它当它重启完之后 会重新挂载回来 那么使用PV的话 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Dynamic Provision 这种方式就是说 如果说在K8S这个技术设施里面 提供了Storage Class实践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只需要申请PVC 那么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申请一个 相关的这个纯属 比如说云盘 但是在混合音场景下的话 我们可能并没有这种Storage Class实现 就是没有人会帮我们进行申请 那么我们就需要自己处理 也就是K8S上的LogoPV 目前我们是支持这两种方式 然后第三个是Zibling的跨Namespace提交作业的支持 首先解释一下Namespace Namespace在K8S里面是一个隔离的机制 它是一种逻辑的隔离 底层的Node可能是共享的 比如说我要把Spark跟Flink的作业 它区分开要跑在不同的Namespace下面 同时它们之间是不可见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Namespace来做一个简单的隔离 然后在UpdateZibling 如果说它直接使用的一个物理机的话 它可能没有这种需求 但是我们如果在K8S上的话 这种需求是一个很常见的 因为我们不管是实现多租户的 还有说实现单个租户就不同的责账号之间的隔离 都需要解释Namespace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是通过K8S自由的机制 Zibling自由的机制WebSocket 然后来试试刷新这个机群里面的 都有哪些Namespace 然后用物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 然后选择它要提交到Namespace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作业 比如说Flink作业 就会跑到这个Namespace下面 然后如果说我们再选择另外一个Namespace 然后它新的作业跟原来的作业 也就进行隔离开 它俩之间的资源是不互通的 OK下面第四个部分是介绍一下 Avac Zibling的RBAC权限 RBAC权限也是一个K8S提供的权限机制 它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实体 我们在图里面的右侧是下面的Subject 我们可以用Subject的就是RBAC权限的实体 第二个是权限 权限的话在图里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叫肉 就是上半部分 我们这些权限包含了它对POD 对Service 对跟VMAP一些Get List的Watch的权限 然后同时RBAC权限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对象 它叫应该叫权限的关联 就是实体和权限之间关联 然后在K8S里面的话它叫Rubunding 我们通过Rubunding之后 那么它就具有上面这个肉里面定义的这些权限 但是当我们在支持了QuantNameSpace功能的时候 前面的权限就不可用了 这主要原因是因为K8S的它那个权限是分了两种 一种是在K8S在NameSpace内部的权限 比如说它一些POD 一些ConfigMap的资源都是属于NameSpace内部的 但是像一些跨NameSpace的资源 比如说NameSpace 这个时候它是一种跨NameSpace的资源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另外一个实体来声明 就是ClassRaw 也就是我们右侧展示的这个 一个 一个牙膜里面展示的 我们这ClassRaw先声明了 它对NameSpace具有Get List的Watch的权限 然后声明完这个ClassRaw 我们还需要将它以我们前面说的实体 也就是ServiceCount进行绑定 绑定完之后 那么我们的AbagiZipeline 它这个进程 也就是它的一个POD 我挂在了这个ServiceCount 那么它具有这种 就访问跨NameSpace这种资源的权限 最后一个是我们介绍了一个SSO登录 也就是单点登录的一个功能 这个主要的背景是因为 我们不管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就是说我们既成了Zipeline 但是我们在使用Zipeline之前 它肯定也是有一些用户登录的动作 那登录完之后 它如果再登录Zipeline 这个对用户的体验其实不太好 Zipeline目前是基于Sero 然后来实现了一个账号密码登录 然后如果说用户就是在不改动的话 就是在Zipeline上它可以直接点击login 然后输入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录了 然后我们基于Sero这种做了一个扩展 就一旦它在我们系统上已经登录完之后 我们会共享它的一些Ticket 然后就不需要再进行As登录了 这样的话 这类的用户的体验会更好一点 然后下面是主要的我们的几个的一个实现 一个是扩展了自定于Sero的Dream的一个相关对象 还有一个是在Sero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然后指定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实现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Zipeline的一个 Zipeline的一个介绍 然后下面是介绍我们的Zipeline 在就是基于Zipeline的Flink的一个原生事件 然后再介绍这个Flink Oncapacity 或者说介绍Zipeline 就是我们只能使用Zipeline来管理Flink的话 我们先介绍一下Flink Oncapacity的工作原理 目前Flink Oncapacity的话主要用两种 两种那个工作方式 然后第一种方式是Standalone的方式 也简单来说就是说 我们在提交作业之前 我们先使用KMS的这种Worker Load 比如说Deployment的这种方式 先将我们的Flink Cluster部署起来 然后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Flink Cluster 比如说它包含了一个TM 不一个GM 两个TM 然后当起来启动之后 然后我们再将作业然后提交上去 那这种Standalone的方式 Standalone的方式的话主要的它弊端在于 我们需要在运行作业之前 就把这个所有的资源盛行好 然后资源固定的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在 可能有时候我们对于作业使用多少资源 可能提前预估的不准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一定资源的浪费 如果说资源不足的话 可能作业也无法起来 或者说跑着跑着可能就挂掉了 就是这种弊端吧 然后第二种方式叫Native KBS的方式 Native KBS的方式和Standalone的方式的最大区别 它是借助于Flink JobManager里面的一个主件 叫ResourceManager 它会向KBS的ABSO去请求资源去创建TaskManager 它是暗需创建的 比如说我这个作业它在启动的时候 叫Manager判断它需要两个Task Slot 然后这时候它去通过这个ResourceManager 然后向KBS的ABSO去申请 然后目前的话Flink的Native KBS 支持两种方式 第一种叫Session 第一种是Application 然后Session模式的话就比较简单 就是Flink本身也支持Session 这种集群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先启动一个Session集群 然后再将作业提交到Session集群上面去 然后这里面的Dapp 就对应到我们的启动Session class的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看到Dapp 它是启动了一个SVC 然后启动了一个Development 然后这里面Development 它其实就是一个Job Manager的一个Development 同时它有个SVC 是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个网络进行访问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Dapp 启动的资源里面并不包含TM 也就是说我们Native KBS的方式的话 启动Session集群 它只是启动一个GM的Development 然后Task Manager是在后续按需申请的 然后第三步是用户通过FlinkClient去提交作业 因为FlinkClient里面内置了一个 所以它会找到我们的Session集群的Endpoint 也就是Service 然后提交给SService之后 Service会将它找到Job Manager的Dispatcher Dispatcher这时候会启动一个 为作业启动一个Job Master Job Master会计算我需要的资源 然后这时候它会向Job Manager里面的一个组件 叫Resource Manager去请求 然后Service Manager这时候发现我现在没有资源 那么我这时候就需要向KPS的APSO 然后去请求资源 KPS的APSO 这时候就会被我们的Job Manager创建Task Manager 然后Task Manager也是一个直接创建出来 就是一个POD 它创建出来之后会把它的资源 会把它的一些心跳注册回Job Manager的Resource Manager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Job Manager感知到 然后Job Master就会将它的一些Task 然后转发到Task Manager上去 然后这就是一个提交的一个过程 然后Session这个集群的主要的使用在于 我们要共享一个这个Session集群 然后同时我们可能是在测试环境上使用的比较多 因为它可能因为多个作为共享这个集群 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集群的资源使用 它是隔离性是比较差的 但是这个因为它共享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资源使用 使用率会相对来说更高一点 对这是Session一种工作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Application这种方式 然后Application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提前创建一个Fling Class 它是跟作业相关的 先介绍Application模式的话 先介绍一下那个Fling的Application模式 就是Fling大概是在1.1推出了Application Mode 然后在ApplicationMode之前的话 就是作业的一些操作 一些编译操作都是放到Client端的 比如说它会生成Job Graph 然后去拉远端的资源 可能还会有一些架包的一些上传 其实也都要通过Fling Class这台机器来做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它的Fling Class可能会 如果说管理多个作业的话 Fling Class的负载可能会比较高 比如它的CPU 然后它的内存 然后以及它的一些网络的加力都会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就在1.1 Fling推出了一种Application Mode的方式 Application Mode它的方式主要是 它会像Main价的这些Job Graph生成的这些操作 放到Job Manager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Fling Client 其实它做的操作就是比较简单 就不需要做我们前面说的额外的那些Job Graph编译的过程 这些的操作 然后FlingCon K8S 就是Application Mode 其实主要就是说 我们在通过Fling Client的提交作业的时候 他这时候才会为我们创建 它的Fling Class的 然后同时向我们直接提交上去 那不说的话 我们可以简单简述一下 右图就是 首先用户也是通过Fling Class的 通过Fling Run然后去提交 等于要通过Fling Run Application的这种方式 然后指定一下它的 它的那个Target是KBIS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Fling Client通过它内置的KBIS的Client 然后找到KBIS的APSO 然后这个时候它先去创建这个 它一些Job Manager必须的资源 比如说它会包含一个Job Manager的Diplomant 或者包含一些必须的资源 包括Config Map Config Map里面出了 其实就是Fling Conf 还有一些SVC 那这个时候它是将Main价 直接就传到Job Manager里面来了 Job Manager这时候 Dispatcher直接根据Main价 然后去把它找到它的Job Master 创建一个Job Master 那Job Master这时候 就会向Resource Manager去申请资源 然后这个和前面就很类似了 Ressource Manager这个时候 向KBIS的APSO 然后去请求资源 然后APSO 然后去创建TaskManagerPode 然后TaskManager 然后就是反注册回来 就会将TaskManager下拉下去 然后这个跟前面塞性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第一个就是 我们是每一个作业 会对应一个Fling Class的 然后这个作业跑完之后 这个Fling Class 就会进行销毁 对相比塞性的话 它的 相比前面塞性区群 它的资源使用率会 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的隔离性会更好 所以我们生产上也推荐于 进行使用这种Application 这种方式 下面就是我们介绍的 Fling Class KMASAN的工作原理 下面有我的同事 同事王振 为大家继续介绍 继续介绍下面的内容 大家好 我是来自自杰跳动的 技术架架工程师的王振 然后后面的内容是 由我向大家介绍 主要介绍的内容是 Fling Class 和Spark 在Zibling上的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会看Fling Class 的工作原理 在介绍Fling Class 之前我们需要介绍一个概念 就是paragraph 一个paragraph 它是Dipling上的一个 运行的基本单位 它是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code section 另一部分是result section code section 就是用户写代码的地方 它可以在写完代码之后 点击提交 提交之后 会发送到相应的解释器 进行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 返回到result section 用户可以查看结果 在code section 这一块用户是如何指定解释器 那就是code section 前面会有一个用户可以指定一个百分号 然后加上一个相应的解释器的名字 这样就会 代码就会被发送到相应的解释器当中 解释器在Zibling上是和后段引擎交互的一种方式 Zibling自己也会提供一些解释器 比如说Fling Class 或者是GDPC等等解释器 用户也可以继承相应的接口实现自定义的解释器 然后注册到Zibling上 从而实现调用 好的 现在我们回到Flinger on Zibling的一些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看 因为都是用解释器实现的 所以我们先看Flinger的解释器 Flinger的解释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解释器就是Flinger CMD解释器 Flinger CMD解释器继承于Share Interpreter 也就是它是可以 顾名思义它是用命令行的方式来提交Flinger程序 所以你看在这张图上的右边用户提交了一段程序 然后发送给Flinger CMD Flinger CMD在底层它会起一个Flinger的Client 然后运行一个Flinger Application模式的Cluster 可以看到下图是一个Application模式的Cluster 然后这种解释器有个特点就是 每个Paragraph只有一个是有一个单独的Cluster 这样在运行结束之后 这个Cluster也会被销毁掉 另外一种Flinger解释器也是比较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解释器 它就是百分号Flinger这样的一个解释器 或者是百分号Flinger 然后对应的语言 比如说SQL Scala 它的运行方式和上面的区别比较大 它会起一个Flinger的Cluster 然后这个Flinger Cluster 类似于Session模式 但是有略微的区别 它是由Zibling提供一个面价 这个面价当中会和Flinger Integrator进行交互 当用户提交了代码 比如说Skala代码 这个面价会发现用户的代码 从提交给TAM执行 执行完了之后返回结果 它和Session模式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这个集群它是资源固定的 也就是GM的数目 TM的数目和所使用的资源是固定的 无法根据TAM代码的执行情况来动态的调整 用户也无法指定这里的资源 从这张图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多个Paragraph共有一个Cluster 它的实验方式是在一个Notebook当中 如果用户提交了一段代码 如果存有这样的一个Cluster 就会提交到这个Cluster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新创建一个 这个Cluster它的生命周期 是有一些配置指定的 比如说Zibling上可以指定 这个Cluster的存续时间 比如说是半个小时 在半个小时内 所有的代码都会被提交到这个Cluster 好的下面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在Zibling上的一些功能的增强 首先Zibling的Master模式目前是不支持Native K1MS的模式 所以我们是基于简锋老师在Zibling5352这个分支上做的二次开发 我们支持了Native的K1MS的模式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做了一些功能的增强 第一个增强是Flink UI的特殊 在Zibling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Flink Job这样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点击之后其实就是Flink的UI 原始情况下这个UI显示的是Local Host的 但是由于Flink是在K8S当中运行的 这个地址其实无法被访问到 所以我们就支持了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就是用Service当中的NordPod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自己实现了Ingress Service的NordPod模式是Flink原生就支持的 它有一个参数就是Export Type 当我们提交任务的时候我们指定Export Type 为NordPod的话就会以NordPod形式暴露 NordPod比较适合私有云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通过Node的IP和端口 直接访问FlinkUI Ingress模式其实是我们新加的一种模式 它是由MainClass MainClass在运行当中我们创建了这样的一个Ingress 然后这样的Ingress就可以路由用户的请求 到对应的Flink的Cluster 然后这个Ingress的生命周期 我们其实是和Flink的Cluster的Deployment 用OwnerReference来绑定的 在这个FlinkCluster结束之后 Ingress也会对应的被销毁掉 第二个功能的增强点是对架功能的增强 Zippling原生上支持用FlinkUDF架或者是一些依赖的架包 这一架包可以存储在本地或者是存储在HDFS当中 但是在云原生的场景上 其实通常我们不太会用在本地当中存储一些东西 或者是在用HDFS 所以我们增加的增强是支持引用HDPS资源 支持引用S3协议的存储资源 因为在云上其实大家用的存储 很多时候都会用这种支持S3协议的KV存储 比如说用AWS的S3 阿里云的OSS 然后或者是用直接跳动的头条TOS 然后这个做的增强就是在ManClass当中 我们因为支持的这些资源 所以在执行的时候可以动态的下载 下载完了之后 对于Flink class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本地的资源 它可以像调用本地的架包一样 调用这些远程的架包 除此之外 我们还做了这些增强 第一个增强就是我们支持了Hyper Catalog 原生的Flink SQL 如果不止进Catalog的话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所有的Creator Table 这种类似的操作 它只能是Job级别 它是一个In-Memory的Catalog 在这个任务执行结束之后 所有的原信息也都消除了 这样不是太适合复用 所以我们增加了用Hyper Catalog 来实现原数据的复用 第二点就是支持跨Namespace提交作业 原始的话 Namespace其实是K8S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相当于隔离了一些权限和资源 每个Namespace其实是有自己的Quota的 很多时候在K8S场景下 Zippling可以运行在一个Namespace 然后作业是有一个资源池的概念 它会运行在其他的Namespace 所以我们支持了这样的跨Namespace提交作业 跨Namespace提交作业的话 其实也是用到Flink的一些参数 它可以指定Namespace 当然也需要Zippling使用一个 具有相应Namespace的一个权限的Service Account 对应的Namespace也需要有一个Service Account 这个Service Account 具有在本Namespace运行Port 创建资源的一个能力 第三个是支持进箱外的面价的提交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改进 原始的Blinker的Application模式情况下 用户需要提交Image 这个Image当中需要有用户需要运行的面价 这样的话每个用户每一段代码都需要提交一个Image 其实是不太实际的 而且会造成整个集群当中 会有很多Image 占用过多的存储之间 然后Image升级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支持进箱外的面价的提交 也就是用户所有提交的Image 都是用通用的Image 然后它提交的面价 可以用Pipeline的一些相关的参数 提交到远端的一个存储上 然后当Blinker cluster起来之后 它会有一个init container 会去远端去下载这个面价 然后Flink运行的时候 然后Flink运行的时候 也会像找到金箱里面的面价的方式 来找到一个本地的架包进行执行 这样的话 其实就解决了一个无法引用外部资源的一个问题 对这一点是作为一个产品来说比较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是基于Log4J的LogPanda实现 这样相当于我们用LogPanda将Flink的所有的 某二块的日志输出到远端的一个日志系统里 用户就无需登录到Pod 或者是用FlinkUI来看日志 第二个是指标的收集 Flink运行为其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因为它的指标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对接了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是KMS上的一个云元生的监控的默认标准 所以我们对接了普罗米修斯 对接普罗米修斯通常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Push 也就是Flink自己它其实是具有将指标推送到远端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Pull的方式 也就是在Pull上打人标签 然后普罗米修斯来自行来收集指标 第一种方式的话 比较适合运行时间很短的程序 有可能因为普罗米修斯自己去Pull 其实是有一个时间间隔的 所以我们用Push的方式将运行时间较短的 Flink程序的指标 Push到远端 从而来达到收集的目的 Pull的方式比较适合长时间运行的程序 好的 下面我们来介绍 基于Zipeline的Spark的一些时间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Spark 在KVS上的工作原理 它其实和Flink的Application模式比较类似 用户提交了用Spark SummitClient来提交一段执行的指令 然后提交给KVS Master 这个指令其实会创建对应的 DrivalPod或者是一些CompicMap DrivalPod启动之后 它会去运行相应的程序 然后会发现说它需要一些用ExecutivePod 所以它向KVS Master去请求ExecutivePod KVS Master从而Schedule了这些ExecutivePod 当这些Pod启动之后 DrivalPod会发现这些Pod 然后从而和他们通信进行代码的执行 执行完毕之后 会销毁这些ExecutivePod 跟Flink一样 Spark on Vibling 它也是用解释器来实现的 它的第一个解释器也是 它也会有两种解释器 第一种也会比较 使用了Schedule的Interparator 它和Flink的CMD解释器什么类似 它也是用SparkSubmit命令来实现 它也是每个Paragraph一个Cluster 用户用SparkSubmit指令之后 会起一个Spark的Cluster 运行完了之后进行销毁 第二种方式也类似于Flink解释器 它是在Spark JavaPod当中运行的一个面价 用户在页面上运行了 Schedule 或者是Schedule 或者是Python Code的时候 这个面价就会发现 对应的Code 从而提交给对应的ExecutivePod 执行 执行完了之后 将结果返回给Spark 它也是多个Paragraph 共用一个Cluster 也使用一些配置 来进行生命周期的管理 Spark Zipeline的一些功能增强 首先我们是基于 Zipeline的0.9.0这个版本进行的开发 这个版本其实Spark也是 但是这两种Interoperator也是无法运行的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修改 然后使得这两种Interoperator可以运行 在这些在运行的基础上 我们也支持了一个KV存储 也就是用TOS作为远端的存储 来进行加包或者一些资源的存储 Spark UI Spark UI 其实我们也是在面价当中实现的 也实现了两种方式 用NodePort或者是Ingress来实现 我们创建了Service和Ingress 这样的话在 并且把Service和Ingress 绑定到JioPoder上 JioPoder是他们的OwnerReference 这样在JioPoder销毁之后 对应的资源也会被销毁 第三点我们支持了Hive Catalog 这其实和弗林克的优势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修改其实是和垃圾回收有关的 Zipeline原生它是会把所有创建的资源 引用作为Zipeline Server 所以Zipeline Server 在我们这其实是会一直运行的 这样导致所有的资源无法被消除掉 所以我们将Spark相关的 Job相关的OwnerReference 都改成JioPoder 这样JioPoder在一定时间销毁之后 对应的比如说Ingress Service 或者是Compic Map 都会被销毁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Zipeline上的Glink和Spark的 云原生的一些实践 所以欢迎大家来进行交流 这个是我们同事的一个微信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来进行交流 另外对云原生上的一些计算 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加入我们 好的 谢谢大家